在讲到开始之前呢 我花几分钟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 我们公司 我们是United Education 我们是位于旧金山湾区 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是以北美的华人为主 然后因为疫情呢 我们也接受到很多海外的华人 在泰国 在韩国 在加拿大 很多地方 包括南美的都有 所以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呢 是帮助想申请美国大学的小孩 去准备他下面这个图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点 绿色的点呢 就是孩子有控制力的 红色的点是谁也帮不了的 是天生就具备的 然后黄色这个区间呢 就是因人而异 根据不同的学校 然后我们呢 是团队辅导制 我们的顾问都是全职的 然后这帮老师都是像我这样 在美国留学留下来的通过工作 或者是在美国长大的ABC 基本上是有这两种情况 我们都在美国本土 但是我们的面孔呢 都是中国人的面孔 有的可能不会讲中文 我们是导师和升学顾问 还有这个Tutor一起结合 来帮助每个孩子来解决 他高中不具备的一个升学资源 然后这个图可能大家看不到了 也是今天我们讲 可以看到 也是今天讲座一个重点啊 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中发现 很多时候家长就认为 教育应该归属学校 学校认为某些性格的培养 包括就像今天我们讲的 安全防备意识 应该是家长的责任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社会 孩子步入社会之后 他将来暑假实习 或者是他 就是将来自己去工作的时候 社会会会给他一些历练 但是今天的讲座的必要性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几篇文章 有一篇文章 点击上特别多 应该超过一万多个家长 北美家长看到了 就是讲那个 在芝加哥枪击案发生之后 我们讲了一下 哪些校园最危险 一会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那个文章 包括其中的一些数据的误导 因为家长有很多问题 但是有一点是 我们一直建设的理念 教育是多元的 孩子家庭学校 包括我们这种课外的机构 更偏深厚一点 是希望通过我们多方面的结合 让孩子不但是有一个 聪明的大脑 努力学习的态度 更多的是一个健康的体魄 和这种遇到危险的时候 一个提前预判的反应意识 TK是这方面的专家 今天我会留足够多的时间 给TK回答大家的问题 而且这方面的教育 我是建议家长 女期暑假 领着孩子抱各种班 还不如 找本地的那种 Self Defense 巴西柔术 或者是自由搏击 或者是你有空的话 开车到南家 跟TK学学枪 怎么在应急情况下 用各种枪械来保护自己 当然这是极端情况 但是这两年疫情下来 犯罪率确实有飙升 特别是针对亚裔的犯罪 然后这是我们团队的成员 和我刚才说的一样 基本上都是亚裔面孔 但是里边有三分之一 是不会讲中文的 然后这是我们 办这个讲座的初衷 因为我们申请记 本来是要讲一些 生学相关的 但是我们发现 就是从费城 从那个芝加哥大学 那个留学生被枪杀 然后还有之后的费城 一位Uber司机 他用枪击退的歹徒 击杀了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费城地铁上 那个非常勇敢的ABC女孩 他去伸张正义 被群殴了一下 然后打得很重 GoFundMe 我个人也捐了一小部分钱 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 所以我们临时改了 把和TK约了起来 因为感恩节太忙 之后的话 我们约了感恩节 之后第一个礼拜 给大家推荐这个讲座 我们平常发的新闻 都是大学生学相关的信息 但是我们就是 因为芝加哥枪击案 我们就发了一个 美国大学威力程度排名 没想到就是这么多家长看 我们就知道 这方面教育是缺失的 特别是亚裔家庭 好像持枪率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就是在于 根据刚才我提的几个案例 TK后做一个案例的复盘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 告诉大家一些具体的 在选择购枪 或者是在家房的时候 一些具体的指导性的一些建议 就给大家节省时间 然后这些案子呢 我个人总结啊 就是我们自己学生和家长沟通的时候也发现 校园枪击案 这个事呢 就是往些年的话 我们看Sandy Hook 对岛的时候的 一个老师的儿子拿着 那个AR去学 打死这几个小学生 大家很傻 那是我 我记得我留学 从09年来美国留学 我经历了很多新闻 但是现在我自己感觉啊 下午和晚上和一个家长聊 也提到这点 就大家麻木了 特别疫情之后 大家对这个枪击案已经麻木了 就是 已经没有人太多 就是大家已经被太多的新闻来影响 但是这个呢 其实从总体概率上说没有那么高 来美国来讲 他在整体死亡的概率上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一旦遇到 我们个人怎么做啊 这个一会儿提出会讲到 然后第二个就是谋杀和性侵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讲座的一个数据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很多家长就是看这个 这是我们发的一个文章 就简单最高的那个 美国最危险大学排名 很多家长就很慌 说那我们要不要去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数据是有点误导性的 这个图上呢颜色越深 代表犯罪案件的最多 但是他这个统计有个最大的问题 他统计了所有的案件 就是他把所有的那种恶性的 和那种普通的偷窃这种案件都混在一起 他从从数量上来做排名 那这样是非常大的误导性啊 我们看这个原图吧 美国教育部统计的校园 报警的这些案件 大家看看排第一的是Ohio State 为什么他排第一呢 很大一部分数字 他1670个案件里边 有一大部分是这种叫猥亵 不是叫猥亵 可能就和性侵相关 他就是比那个强暴这个要低一档 他这种犯罪特别多 性侵相罚可能也归这类 这个不是法律专家 所以说他挺成了很大的误导性 他有两个谋杀 这个学校的人 大概是本科家硕士 大概有六万多人 是美国数一数二的非常大的大学 他的规模和ASU不相上下 非常大的一个大学 所以他数量上占优势的 大家看UC Berkeley 很多家长知道UC Berkeley治安不好 他那个位置是在Downtown Berkeley 所以他本身也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人在里面 他的案件呢 大部分你看Robert 还有这个偷窃抢劫这些 都是非致命的恶性案件 有个家长给我们留言 就是如果是讲谋杀的话 那可能芝加哥就排第一了 也不见得看哪一年 因为新闻的话会抓住大家的attention 你因为其实每天都有很多抢杀案 别说那个整体美国 就加州 南北加州每天都有发生 肯定还不止一起 但是之所以我们会有很强的共鸣呢 是因为被杀害的那个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留学生 然后又芝加大学排名比较高 所以这几个是穿在一起的话 大家会无限放大 从整体概率上讲啊 家长看这个榜单是一定参考性 但是一定要看他里边那个 犯罪那个性质 这个非常关键 因为如果你把上面学校一排除的话 你没什么学校可以深的 这上面都是比较有名的学校 比较大 而且他位的处的位置 也是比较热闹的区域 然后这个城市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讲最危险的城市 地区嘛 长大都会去 我们的三番啊 我们三番这个 Sanmattel Redwood City 这么贵的一个区啊 这个房价这么惊人的一个地方 就是已经到这个价位的地方 竟然是自然不好 可能家长很惊讶 说为什么没有奥克兰呢 同样道理 因为这种犯罪 它是讲数量的 三番每天砸玻璃的数量 都可以秒杀任何一个 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 而奥克兰呢 因为它的相对犯罪率高的 集中在东奥克兰 然后它本身奥克兰 Downtown那块 Tentown比较乱 但是呢 要么就是不报警的 要不然就是小型那种 非恶性的案件 反正综合因素呢 三番这个确实是 在这个榜单里边 排名非常高的 但这个榜单 家长 我就推荐家长看榜单 Citywise这家公司呢 它是通过这种 信息资讯的分享 来卖流量 它的流量就是 卖那些家房的 那些监控啊 这些东西的 所以它是把所有事件 犯上去的 如果家长 真是考虑这种致命的案件 我觉得你可以看 那个murderate 就哪些地方 学校过去几年的 发生那种校园的 那种袭击事件 那么回到正题啊 谋杀和性侵 这个大部分是 发生在熟人作案 所以这个 我觉得家长 不用太担心 因为基本上是熟人 你做好 把孩子教好成熟 怎么判到遇到人 怎么能够判到这个人 是否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比较关键 就孩子的情商 非常关键啊 不要只是会念说 而忽略了周围的人 因为在美国很多人 他就天使般的存在 就此复伤 但有很多人 他就恶魔般的存在 就像刚刚发生的 那个哥大的那个案件 一个哥大PhD 刚刚被一个帮派成员 就那个纽约那边 随机杀掉了 那个人捅了三个人 有一个跑掉 一个伤的 然后被捅伤的 那个PhD 来自欧洲的 就远命了 而那个犯罪分子 他已经是劣迹斑斑 而TK一会儿会讲到 这个犯罪分子 他是没有同理心的 就这些能解杀手 他是他没有感觉 他杀你杀人 就像他在 在偷袋动物一样 他没有任何 情绪上的这种共鸣 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 这个一会儿 TK会讲具体细节 然后抢劫和袭击 我觉得就是 今天讲座的一个最大重点 TK讲的大部分的案例 是那些可预防的 就是你怎么判断 你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还有那个仇恨犯罪 这个TK会讲到 因为这两年的话 是反倒是焦点 今天就TK的话 很多家长可能 已经比较熟悉了 不熟悉家长 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他是我在买枪过程中 我自己在网上做research 学那个枪击训练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波动 非常的真诚 在网上有大量的 这个免费的视频 家长可以有空的话看一下 如果你把视频 都从头到尾看一遍 消化一下的话 我觉得您家里边 会非常的安全 个人也会非常的安全 然后今天讲座的内容 就是TK会围绕这几个点 讲一下这几个案例的复盘 如果是你是当事人 最佳的处理方式 不一定一定能保命 但是最大化的减少生命损伤 那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TK 好的 非常感谢Ben的邀请 那我们就开始 大家晚上好 今天来讲一讲 这个预防还有应对犯罪 今天主要重点讲的是 街头犯罪 因为前段时间 刚刚出现的这几次 这个治安事件 全都是发生在街头 那么我们以三个案件为例来讲 但是首先呢 先涵盖一些重要的知识点 因为我们把这个知识点 先讲清楚了以后 这就好像是一个数学的公式一样 我们把这个公式牢记在心 那这样无论是出哪道题 我们都可以轻易的去解答它 好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 如何应对和预防暴力犯罪 好 那么我首先 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我的视频频道 我带大家看一下 如何正确的科学的 来看我这个频道 因为我认为这个频道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库 大家一旦能够抽时间系统的看一下的话 是会让自己的这个居家和街头的这个防卫 都会有所提升 那么我们就在YouTube里面输入我的名字 TK徐或者青龙防御 都会收到我的频道 但是呢 我的频道大家就是不要点这个video 如果是只看这个video 所有的视频在一起都是无序的 大家应该点的是这个playlist 因为我把所有的这些视频啊 按照类型都分了都分了类啊 设置成了不同的这个播放列表 那么大家看一下 首先这第一个列表就是 预防入室犯罪系列 有这么几集节目 至关重要 大家如果一旦做好了这些节目里面提到的知识点的话 可以说能够极大的避免犯罪分子进到家里面来 那也就避免了用枪来防卫的这样种种不确定性 好 然后呢 这个入室这个入室犯罪这个列表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下一个 还有预防街头犯罪的这么一个列表 里边有三集节目 一会我具体还会讲到啊 然后接下来是应对入室犯罪 就是犯罪分子已经进来了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 有这么几集节目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有这么几集应对街头犯罪 这个系列比较多 尤其是一些在以往的我的这个线下的 儿童的房费课上节选下来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列表是我去这个收集 整理的很多这个格斗的大师 来去讲解的一些技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列表呢是购枪指南 如果决定要选择买枪作为家访 应该怎么选 然后这一个列表呢 是我跟一个枪店老板 我们之间的一个对话访谈 来讲解了有一些枪支选购的考虑因素 然后这一个列表呢 全都是枪系操作的指南 你买了哪一把枪 你可以对号入座 来去看看你这把枪操作 然后有这么几集 是简单介绍了一些射击技术要领 当然了技术要领还需要跟我去这个线下 包括线上的课程 我们一对一要专门的去学习 那这有一个列表是讲的这个武器与装备的介绍 如果你有了几枪 可以来向我的这样的这个改装升级等等一些东西 后面这几个列表呢 不是特别的重要 这是我有一次参加战术运动会的比赛的这个情景 还有一些我带一些博主来去体验我的射击课程 还有这是以往的一些在我们南加家这边线下的安康讲座的一些报道 还有一些我上一些节目的访谈 来跟大家聊一聊安全 然后后面这几个不是特别重要 最终真正前面重要的几个 首先第一 预防入室犯罪系列 然后呢 预防街头犯罪系列 预防应对入室犯罪系列 以及应对街头犯罪系列 这四个列表是最重要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具体讲如何预防和应对暴力犯罪 首先我们今天讲了这三个案件 我们都先看一下 第一个案件就是 我们的这位留学生啊 郑少雄 在这个受到这个犯罪分子的挟持啊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他上面写着说 struggle ensued 就是说首先发生了争斗 然后这位留学生想要企图逃跑 而这个时候犯罪分子直接开枪 击中了他的胸膛啊 这是让我们非常呃 看着非常痛心的这么一个案件 我们一会儿来具体分析一下 如果是你的话 你到底应该怎么做 也许能够挽救你自己的生命 啊 然后这个案件 是这位华人朋友啊 用枪来去防卫啊 有三个歹徒去企图去抢劫他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 然后这一个案件到底有可能会被定性为防卫过当吗 还是正当防卫呢 我们在一会儿讲到一些防卫的基本常识之后 大家就应该自己有所一个判断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 在下一个案件 就是这一起在地铁上的霸凌事件啊 这一位亚裔的女孩子 遭到几名非裔女孩子的殴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画面 遇到这样的案件 你应该怎么办 你的孩子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如何跟着孩子讲解这样的发生的问题情况之后的处理方式 我们一会儿马上就要讲到 好 那我们首先有一些基础知识 首先第一步让我们先来了解对手啊 孙子兵法说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待 如果你都不了解你到底应对的是什么人的话 那你怎么可能取胜呢 对不对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样的有暴力倾向的犯罪分子 那关于这个请大家看第九十一集节目 就是我们分析了三种具有暴力倾向的犯罪人员的特征 有这么首先第一是精神病态 然后另一种是反社会人格障碍 还有一种是大脑受到重创 受到这个损伤之后产生暴力倾向量的情况 那个情况相对比较少 更多见的是前两种 这两种里面相对来说更更多见的是这个反社会人格障碍 就是这些人犯罪分子啊 在青少年时期就是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 甚至受到过欺辱霸凌 甚至受到过家庭的虐待家暴等等这样的 导致他产生了这样的这种暴力倾向 来去伤及身边的人这种情况 大家呢来去看一看这集节目 是一位这个心理学家的专业的解释 在了解这几种人的这个性格特征之后 那他们的一切行为就会让我们特别容易理解 也能够让我们学会如何去预防和应对 然后呢街头犯罪的分类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是抢夺 这个我用绿色的字写 就是因为它是最良性的犯罪 犯罪分子从你身后跑过来 在你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夺走你的包啊 或者是包括一些什么首饰啊 项链等等这样的情况 抢夺走啊 它并不是对你的人身安全造成的侵害 这是最良性的案件 然后其次是劫持 就是犯罪分子拿着枪或者拿着刀 对着你 然后语言的逼迫要求你提供出财物 这个叫做劫持 一会我们讲怎么处理 然后底下的红颜色的几个相对比较危险系数高一些 包括性侵 还有无端袭击或者说这个无差别袭击 殴打 还有就是绑架 还有大型枪击事件 这些我都在节目中有所介绍 尤其是大型枪击事件 我的朋友圈 大家如果加我微信 我的朋友圈 昨天就刚刚发了一个 再让大家回顾一下 今年四月份我拍的一集节目 就是带着我的小学员给大家演示 遇到枪击事件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办 然后也附了洛杉矶郡警察局拍摄的一个科普的教学视频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这个犯罪的一分类呢 因为孙子兵法说过 只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时候该出手 什么时候不该出手 你就有可能打胜仗 这个对我们至关重要 就是你如果发生了危险 你都搞不清到底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他到底是抢夺你呢 还是劫持你呢 还是想要性侵你呢 还是想要绑架你呢 如果你都不了解他的意图的话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如何判断他的意图 马上下边就要讲到 接下来是应对街头犯罪的两大原则 大家请记住 首先原则什么意思呢 就是经过长期经验总结得出的合理化的现象 所有的这个形式所依据的准则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情况 这两个准则大家都记住的话 都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危机关头啊 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 首先第一个原则 生命安全重于一切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理解 是吧 如果你的生命都没有的话 那么你的财务还有任何的意义吗 也没有了 是吧 你的如果你的生命失去了的话 那你的家人 在他们的眼里 你留下的这些财务也都不重要了 是吧 所以是你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想要去战胜歹徒 这也不是我们的要务 想要控制住歹徒 直到警察赶到把他缉拿归案 这也不是我们的要务 为了伸张正义 弘扬民族气节 就是说尤其现在针对我们亚裔的 说你要为亚裔的人种出口气 这样 这也不是你的要务 对不对 然后最后说要拍下这个视频 把对方的这个外貌行为特征 然后甚至包括什么车牌号要拍下来等等 这些 这仍然也不是你的要务 你的要务就是要确保自己生命的安全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避免防卫过当 这个跟入室犯罪差别很大 入室往往这个犯罪分子到你家里边来 你如果是用枪或者是用任何的这个手段来防卫 总体上都会比较受到这个陪审团的同情 或者是这个支持 但是呢 发生在街头上 就是你没有在你的这个私有领地之内的话 就是你一不小心做一些行为 就会导致防卫过当 今天要讲的这几个案件中 我们就来判断一下 什么是正当防卫 什么是防卫过当 那么首先就给大家一定要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正当防卫 关于这个问题 大家只需要记住两个关键的词 一个叫做imminent threat 一个叫做proportional response 这个imminent threat意思就是说 这个危险必须是发生在当下那一刻 你才可以实施正当的防卫 比如说这个犯罪分子说 我下个星期要过来干掉你 你等着 回头我收拾你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举枪来进行防卫吗 是绝对不可以的是吧 因为这个危险没有发生在当下那一刻 你只能说报警来去通知警方 有人语言威胁我 请警方把他控制起来 这样的情况 或者是起诉他 或者是这个去举报他 这样 但是呢 这个并没有构成当下的这个威胁 那么有人的话 他指着拿枪对着我 或者就是拿着一个刀 向我冲过来 准备要砍我 这才会被定性为是危险发生的当下那一刻 在这个时候 你才有可能进行防卫的话 才不会被判定为防卫过当 然后下边这个proportional response 就是说你的这个防卫的行为 必须要近乎于这个攻击者 对你的攻击的这一个行为 那我们看他具体怎么说的 说这个 Soft defense laws require the response to match the level of threat in question A person can only employ as much force as required to remove the threat 所以那么结合这两点 我举个例子 如果歹徒向你冲过来 你向他开枪 这个时候无论打中没打中 他立刻转身向后逃走 这个时候你还可以继续开第二枪吗 你是不是就不可以了 是吧 因为首先第一 imminent threat已经结束了 对你的当下的这个威胁 已经结束了 他转身要逃走了 然后另外就是proportional response 就是你的这个行为 已经停止了 他对你继续的威胁 如果你还继续的去加剧 你的这个一个反抗的行为的话 就有可能造成防卫过当 甚至有可能被定性为谋杀 所以呢 大家在关于这个正当防卫 就记住这两个关键词 imminent threat和proportional response 至关重要 无论是对家庭防卫 还是在这个街头防卫 家庭防卫呢 我们在加州即使有这一个 承保法 这个castle doctrine 都仍然是要遵循这两个原则 就是我在家里边 有反对分离进来了的话 我开枪 他转身就逃跑 或者说我大声呵斥 他转身就逃跑的话 我仍然不可以向他背后开枪的 因为这就违反了 这两个这个正当防卫的 基本原则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那么我们现在讲 应对暴力犯罪的四大步骤 这四个步骤 讲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到这几个案件 大家来结合 就会知道 这几个步骤 到底意义何在 好 首先 第一个步骤 就是对环境保持高的警觉度 这一个步骤 能够让你提前预知 这个犯罪的发生 如果你能够 一直对你身边的环境保持警觉 这个犯罪没发生之前 你很有可能就已经发现了哪里不对 就可以逃离现场 这个是我们需要培养孩子的 就是一种观察力 observation skills 所以在我的青少年防卫课上 我们就是在我这边当地线下的这个少儿防卫课上 每次课后 我都会带大家做一个观察的练习 我们就观察这一个小公园里边的人 花花草草 地上天空 都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这样的这种锻炼 大家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做 那么我们应该边走路边看手机吗 绝对不应该是吧 然后应该边带着耳机 听着音乐边走路吗 也绝对不应该是吧 这样就会让我们失去这个警觉度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失去警觉度的话 对身边的危险都没有察觉的话 会发生什么情况 首先这一个案件来自San Jose 这一名女子带着她的孩子 从这个屏幕的右下角要上楼 这个时候你看屏幕的左上角 这个犯罪分子已经走过来了 按理说从这个角度上看 这名女士完全可以看到这一个男子 向她走来 但是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 这个视频没有声音 好的 我们很痛心的看到 这名女子被拉下楼梯 甚至把自己的孩子也这样拉下去了 让人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难受 但是可以避免 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 这种情况就是说 我们刚才第一个讲的是 最良性的抢夺 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想伤害她 只是想抢她的包 可是这名女子没有提前 能够看到这个犯罪分子 这个嫌疑人在自己的身边 离这么近的距离 而且在被抓住包的这一刻 如果没有接受过训练 你的本能的下意识就是会抓住包不放 结果导致自己连孩子一同被拉下楼梯 这个是不是非常的不理想 对吧 所以呢 大家要去提前预知环境中 有可能发生的威胁 再看下一个案件 仍然是 这一个案件啊 屏幕下方会走来一位老人 这一个黄颜色衣服的这个男子 很明显是精神错乱 反社会人格障碍 或者是精神病态 我节目中讲过的那几种人格 他完全毫无征兆的站起身来推散他 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 好 那么所幸是这一名受害人 并没有发生这个生命的威胁啊 这个卡车及时停了下来 他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这个伤势 但是呢 你看这个犯罪分子是在他眼前的 当这个犯罪分子站起身来 逐渐在向自己走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完全有可能能够预知 这样的危险的发生 稍微绕开一下 或者说退一下 哪怕他走到马路对面去 继续往前走 都有可能避免这一次事件的发生 对不对 所以说第一点请大家记住 要提前预知这个犯罪啊 就是说要观察环境 保持警觉热度 那么关于如果你不幸被推倒 如何通过一系列滚翻的动作 来保护自己的头部 比如说背后 被人从背后推倒 那我们要向前做一个滚翻 保护头部面部 如果被向后推倒 那就更需要通过一个滚翻 防止头部撞击导致脑震荡 有这么几集节目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这一个这一集节目讲的是 从背后推倒 如何作为做一个翻滚 还有从侧面推倒 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滚动 可以说是最安全的 最行之有效的 保护头部的方式 不然的话 就是你四肢着力 面从下这么一倒 就是你既可能损伤面部 然后最主要的是担心损伤头部 好 这一集节目是第61集节目 就是被人推倒的时候 如何做前滚翻 那么下面还要几集 62后滚翻 这个节目 大家可以去观察看一下 这一集节目就讲的是 看一下 对这个就是后滚翻 对你看被人从正面推散 往往发生于这个校园霸凌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要提早教我们的孩子们 去通过这样的翻滚的动作 来保护自己的头部 这个是 我认为 孩子们一定要是要学习一下 这是第62集节目 后滚翻 好 四大步骤 第二就是设定安全界限 这一点非常重要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确保我就是给自己画这么一个无形的圈 就是不能有任何人离我太近 当有人离我特别近的时候 我就应该已经提前预知到这个危险的发生了 我应该能够迅速离开现场 如何设定安全界限呢 首先第一通过肢体 第二通过语言 怎么设定呢 我们来看一下以往的一次线下讲座中 我与一位女孩子的演示 首先第一种情景 大家请看 说明这是个什么人 这是个好人 对吧 好 那我们两个人呢 狭路相逢 从正面走过来 这个女孩子 她也是比较礼貌的 说Sir please keep a distance 或者说Sir please give me some space 她说这句话之后 那我的这个反应是说 对不起小姐 我吓到你了 我不是故意的 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 并没有暴力倾向 并不是一个歹徒 然而下一个情况 同样的 她说了同样的话 但是截然不同的表现 请大家看一下 当她说出这样的考虑 我仍然在继续前进 是不是她瞬间就能知道 危险要发生了 好 大家这时候应该已经看出了 设定安全界限 并不是说你画一个圈圈 就别人就不可能进来了 不是这样的 而是你通过设定安全界限 是能够提早的预知犯罪的发生 对吧 当这位女孩子说出来这样的话 我仍然在前进 她应该立刻转身就跑了 她想都不用想了 这个人就不是好人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这个语言设定 设定这个安全界限 至关重要 那么有这么几个常用的话 我们来简单说一说 首先就是 Sir Please back off 或者就是退后 或者说 Please give me some space 给我一些空间 就是说你离我太近了 或者说 Sir Please keep a distance 给我点距离 尤其是现在 我们都是这个 不是讲究这个 6 feet 这个安全距离 为了就是说防疫 这个可以作为你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借口 就是说当有人 感觉到离你太近的时候 也许它是无意的 但是也许 它是对你有这个 不轨的倾向的 不轨的这个企图的 那么你就说 Sir Please give me some space 既有礼貌 但是又坚定有力 这样说出来以后 你就会立刻判断出来 这个人是好意还是歹意 而如果立刻退开 那说明这个人是正常的 如果他仍然继续 向你靠近的话 你应该迅速离开现场 所以你看 这个四大步骤的前两个步骤 全都是能够让大家 提前预知犯罪的发生 能够尽早逃离现场的方式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好的 接下来 四大要素 或者四大步骤的第三个 就是判断意图 语言沟通和防卫战姿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个人来看 首先 为什么要判断意图 我们再回顾一下 刚才在街上 有可能发生的 种种犯罪类型 抢夺 劫持 性侵 无端襲击 绑架 大型枪击事件 我觉得除了最后一种 大型枪击事件 你比较容易判断 前面这几个 当有个人站在你面前 拿着枪指着你 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是想劫持你的财物 还是想要绑架你 还是想要性侵你 的确是 你不一定能够判断出来 所以这个判断意图 就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首先了解 他想干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给出 相应的对策 仍然是孙武曾经讲过的 只可以占与 不可以占者胜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来看 这一点就又不得不让 我再继续讲到 这一起非常 可以说是震惊了 整个华人社区的 季辛然遇害事件 这一名留学生 来自于南加 就是在我们这边 这位留学生 他在这个校园之内遇害 而且是有着 全程的录像监控 让我们首先 先来看一下 来听一下 这个专访 这个报道 听听主持人 他是怎么说的 注意一些重要的关键词 Garcia The jury was told was with two other people they approachedG who didn't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saying the intent was robbery G then ran away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Garcia chased him down the block and beat him with a baseball bat severely never took anything from his backpack and then they left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主持人说 The intent was robbery 本来是想劫持他 然而季辛然 不知道是由于紧张 还是由于没有听懂 他转身就逃跑 这个的话 造成了这个犯罪分子的 这个怒火 他认为说 你这个人 对我一点的尊重都没有 转身就逃跑 于是这几个青少年的犯罪人员 追逐季辛然 从背后用棒球棒 殴打他的头部 导致他第二天 失血过多而离世 这是非常可悲的事 假如季辛然当时 能够去正确的判断意图 听懂了 就是他只是想劫持 那么给他一些财物 甚至他的这个包里面的 笔记本电脑 等等这些值钱的东西 都给了他的话 也许他现在仍然能够 活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判断意图 能够直接决定了 我们的决策 我们的决策 是跑 还是打 还是躲 还是配合 交出财物 还是拒绝 这些决策 会决定我们的生死 那我们再来 再看一下这个视频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可惜的 就是没有了解的意图 而一味的转身逃跑 而导致对方追逐 和击大 好的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语言沟通 语言沟通 其实第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能够判断意图 它就能够让我们问清楚 到底你想要什么 最简单的几句话 请大家记住 What do you want 对吧 你想要什么 或者说 What can I give you 我能给你什么 或者说 Please tell me what you want 或者说 I'll give you anything 就这么几句 简单的用语 就可以来了解对方 到底是想要你的财物呢 还是想要你的什么 珠宝首饰呢 想要你的钱包呢 还是想要你的笔记本电脑呢 你只要这么一问 它给你这个 给你这个语言的反馈 你给它这个东西 你就有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命 其他的几一个用途在于示弱 就是说我配合你 Please don't hurt me Please don't kill me 就是不要伤害我 这就是在示弱是吧 就是让它去镇定 然后呢 下面是安抚 安抚的话 就是说为了让它普平情绪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 这个犯罪分子的手里面拿着枪 由于它高度紧张 高度兴奋 怕呢 你的一些危险的动作 你的这个反抗 让它误按扳机走火 伤到你 所以呢 你这个语言啊 是安抚说 Please don't hurt me I am not gonna fight OK I won't I won't resist 就是我不会反抗 请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功能是扰乱 就是扰乱对方的注意力 就是说也许在有些情况 你实在是迫不得已 需要反抗的时候 你的这个语言 有可能扰乱它的注意力 然后也许会对 会为你争得一点点的一个时机 能够去做一个反抗 但是仍然是 我们仍然 如果它只是为了反 抢夺的财务的话 我们认为要反抗吗 我们觉得是不是 不应该反抗 我们一会再具体讲啊 但是大家又有这么一个 我想也想听听大家的这个反馈啊 当你遇到持枪 劫持你的财务的时候 你认为你应该反抗吗 可以留个言 或者一会我们可以 语音的去解答大家的这个问题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 再看这一个案件 发生在中国 也是一个成功的用语言沟通 来去抚慰对方情绪啊 安抚 然后呢 示弱 配合 交出财务的这么一个案件 啊 这名女孩子在ATM 这时候来了一个犯罪分子 啊 这时候现金 她受走了 然后呢 这个你看 我们可以看到 很明显是在进行语言沟通 是吧 哎 这名女孩子很配合的 去继续从ATM机里边 去拿东西 哎 最终 大家需要知道 就是这个一个案件 是一个良性的结果 就可以了 我们就 我们就不往下继续看了 啊 再看 这个案件 发生在一个便利店里边 这个老板也是 啊 去全力的配合犯罪分子 最终呢 获得了这个身体上的安全 啊 拿走了一些财务 但是我们仍然说 第一大原则 你的身份安全是最重要的 是吧 你的财务 远远不如 你的人身安全更重要 你人渐渐康康的活着 你这些钱都可以挣回来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 让她哎 全力配合 举起双手 哎 让我趴下 好 我就趴下 哎 你只要不伤害我 你拿走什么东西 都可以 你只要不要去伤害我 就可以了 我都配合你 这也是一个良性的结果 就是犯罪分子拿到钱财之后 离开了现场 好的 那么最后这一点 为什么要做出防卫战资 这个防卫战资 在刚才的这个案件中 就看到了这一名老板 举起双手来 哎 这个双手举起来 看似是 投降 是吧 服软 但其实他还有另一个功能 就是保护自己的头部 当你把手举起来在面部 这一个人 犯罪分子 当他特别的亢奋 特别的这个愤怒 他想要去击打你的时候 甚至包括用枪 来去打你的头的时候 你的这个手 就会能够保护你的这个面部 但是除了手之外 还有几个重要的要点 构成这一个科学的防卫战资 大家来看一下 我这一集节目 就讲解了 防卫战资的 五六个重要的要点 你该怎么站 你的手该怎么放 你的重心该往哪里放 你的膝盖是该绷直 还是该弯曲 你的腹部是应该放松 还是应该绷紧 你的头部是应该低下去 还是应该仰起脖子 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要点 请大家也要带着我们的孩子 带着我们的老年朋友 带着我们的长辈 来看一下这一集节目 就是一个防卫战资 在一旦出现危险 有人在你的面前 即使不是歹徒 即使是一个喝醉酒的朋友 或者是亲属 或者就是一个 有一点这种 跟你在争执的这么一个 哪怕是朋友 你都应该做出这么一个战资 就是保护自己 防止他突然一下子暴怒 然后出手来打你 或者是推扫你 防止你能够不被 避免你能够轻易的被推倒 来去伤及我们的头部 这一集节目是第六十三集 大家也不用记 我的课后的复习材料里面都有 好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抉择 就是到底是该屈从 还是不屈从 我们仍然是再回顾一下 孙子兵法中说的 只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真的是 你一旦知道什么时候能不出手 什么时候该出手 你就有可能获胜 好 那么我们就来 首先今天由于这几个案件 全都是劫持类的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霸凌 这种 这个这个 无端的袭击的 我们就主要分析这两种 其他的这些 我在以往讲度中有讲过 还有我的节目中也都有讲过 今天我们着重讲的是 劫持 以及这个霸凌 还有这个无端袭击 那么劫持 大家现在想想 到底是该屈从 还是不屈从呢 我们遵循 我们的街头防卫两大原则 第一 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然后第二 避免防卫过当 我们认为 被劫持 尤其是想要抢夺财物的时候 甚至是要抢夺你的车的时候 我认为 应该屈从 如果你能够通过语言配合他 去舒缓他的情绪 然后去了解他的意图 然后去全力配合他的话 他抢走你的财物 离开现场 这是对我们 这个当事人 最大的一个保护 大家认为有没有道理呢 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 或者以后跟我来去交流 那我们再看这个案件 仍然是发生在ATM 又是一个成功的 通过语言交流沟通配合 来保全自己 生命安全的案件 这一名男子 手里拿着刀啊 来去劫持 这位女士 要从ATM拿钱 那这名女士 我们会马上看到 他这个感觉非常的镇定 通过这个语言 你看他指的ATM说 你不要伤害我 我现在就从ATM给你取钱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那么你看 这名歹徒啊 他把刀都收起来了 这就说明 第一个犯罪分子 根本就不是想来伤害他的 他拿刀 甚至是拿枪 仅仅是为了恐吓当事人 来要求他服从自己的命令 那这个时候这名女士 从ATM取出钱 然后交给了他 然后呢 这个是一期良性的一个结局 好 那这一个案件发生在德州 也是两名石刀歹徒 抢劫一个便利店老板 仍然是 谁也没有受伤啊 这名老板也是全力的配合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一开始给他一些现金 但是呢 这两个歹徒不满意 翻进来 要拿更多的现金 要打开这个 这个这个 以前的这个盒子 拿出更多的现金 然后呢 地上还有一盒烟 他们也要想一盒烟 给拿走了 但是呢 这个老板 心力配合 所以呢 最终 大家都是 安全 好 那我们现在 再来回顾 我们这一位华人朋友 这个英勇的拔枪反击 三名犯罪分子 导致一名 击毙一名犯罪分子的 这一个案件 我们再来好好看看这个视频 我们看看到底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怎么做 我们来说一说 不是 呀тоб参 不 ego 一直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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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么我注意到几个要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这三个犯罪分子 有两个就是说控制住这一名华人男士 但是呢另一名进入他的车 我们是不是可以大概猜测一下 这个他们这几个人 首先是想抢劫走这个人的车 是吧 就是想偷车 抢车 这是一个要点 然后另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一开始 这名华人男子是亲力配合的 然后我听到这个犯罪分子 其中有讲 有一个讲说everything 我估计他的这个全 整个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give me everything 把所有东西身上的财物全都给我 那么是不是我们能够基本上判断出来 这三名歹徒是为了劫持财物 包括这个汽车而来 而并不是属于准备要去蓄意谋杀 或者是寻仇 或者是暗杀等等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并不是过来伤害 这一名男士的是吧 我们再来看 不出来 谢谢 黑松 我们来 香港 明明 那么后半段我们注意到两个细节 第一是我们的这名华裔男士 开枪 而且追逐犯罪分子出去 就是在追逐的过程中 仍然在持续开枪 这是一个要点 然后另一个要点就是 犯罪分子在不停的喊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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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求饶了 就是认罪了 就是你不要再继续伤害我了 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仍然还是在 当事人的这个生命安全 在受到直接威胁的当下那一刻呢 而且在这个犯罪已经制止了之后 在继续的追逐的射击 是否是这个 仍然是属于正当防卫呢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那么我认为啊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如果是上庭的话 那有可能陪审团会有一部分认为 是防卫过当 就是说我觉得是有这个概率的 那么我也非常同情这一位华人男士 那他这个案件在刚出现的时候啊 大家华人圈是感觉 是为大家出了一口气啊 感觉都是这名男士非常的英勇 是我们的华人圈圈的英雄 然而呢 我对他的感受是 我是非常体谅他 这个时候内心的这个痛苦 与这个纠结的啊 毕竟是你夺走了一个人的生命 无论这个人 当时他是想对你怎么样 你这个夺走了一个活生生的 这个人的生命 这个心中啊 还是会受到巨大的考验和折磨 就是说很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有可能都会存在这个心理阴影 所以啊 呃就是说到底 我们是应该赞颂他的这一个英勇的行为呢 还是应该我们更多的这个体会 他的这一个事后的这一种啊 纠结与痛苦啊 我认为这名男士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啊 呃所以呢 关于这个案件我就说这么多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呃呃呃 郑少雄留学生啊 呃他在这个呃 被抢劫的时候的这个遇害的案件啊 仍然是 他呢是在被劫持犯罪分子掏出枪对着他 要求他拿出财务是吧 Ordered to handle hand over his belongings啊 要求他拿出财务 然而呃呃这名留学生跟他发生了争斗 然后想要在企图逃跑的时候 被犯罪分子在胸口开枪啊 啊导致身亡 这也是非常不幸的 是不是我感觉这个案件啊 非常类似于留学生寄心燃的那一个案件 就是啊 无论是你是没有搞懂 没有听清楚对方到底是想要什么 还是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去了解一下 对方想要什么 你就一味的反击 或者是一味的逃跑啊 就是一味的不屈从的话 是不是都有可能对我们自身造成伤害啊 设想一下如果呃这个郑少雄当时就是问了一下 他说你想要什么啊 What do you want啊 或者再说一句这样的服软的话 说Please don't hurt me 那也许他现在仍然能够活在我们的身边 是吧 我们就白白失去了这么一位鲜活的这个生命啊 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的痛心 所以我认为这一些安全防卫的一些基本的训练以及知识 是应该从小就交给我们的孩子们 这些事情我感觉可以避免很多啊 类似这样的案件的发生 大家认为呢 啊大家认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被拿着枪指的时候 要求拿着财物的时候 是应该弯强反抗吗 还是应该束手就擒呢 是应该理性的屈从 还是应该弯强的反抗呢 大家也可以留言 我们一会也可以来去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 这个心理学家讲到啊 这些犯罪分子 大家就记住回顾91集节目啊 讲的是这个犯罪的人格类型 这些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 他们是没有对这个后果啊 他们是不考虑后果的 我们来听心理学家怎么说 如果一个抗法 他不想去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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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人家提到 我认为了阻止 不想去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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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为什么 they pull really penny-ante silly crimes like holding up a liquor store basically I need a hundred and fifty bucks here's a liquor store it's open let's go get the money kind of thing so it's like they act first and think later so they often don't plan in terms of consequences that's why they have a tendency to lie cheat 好,那么大家在了解了这个人格特征之后 我们再看刚才的 就是说这个 伤害我们这位留学生的 这一个犯罪分子 只有18岁 他在抢夺 在枪杀了留学生之后 抢夺走他身上的一些电子产品 到当铺换了100美金 这就是典型的 刚才这位心理学家说的 这一个反射和人格障碍 就是他不考虑后果 然后他会犯一些非常愚蠢的 这些小的罪案 就仅仅是为了一些 特别小的一个牟利 来做这样的行为 甚至夺走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说我们首先能了解 我们的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非常重要 好的,那么我在日常的防卫的训练 包括青少年的反霸凌 防卫格斗训练 还有少年,还有儿童的 五六岁左右的儿童宝宝们 带着他进行这个防卫训练的时候 还有我们的成人的这个一个 防卫的课程 就会进行一下这样的这个语言的训练 我们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那么大家有可能会问 说在这样紧张的关头 我怎么可能做到这么淡定 这么沉着冷静 来做出这样科学理性的反应呢 进行这样的这个畅通的语言沟通呢 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日常定期的训练 就是要给 就是提前给我们的大脑建立肌肉记忆 建立这套神经元系统 让我们在发生危险的时候 脑子想都不用想 就会做出正确的这个行为 说出正确的这些语言 所以呢 这一个日常的这个防卫的课程 我认为无论是对青少年 还是对我们的中老年长辈 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所有的华裔社区 我认为都是至关重要 好 那么我们来说 应对另一种情况 就是无差别袭击 以及这个霸凌 这个到底应该屈从还是不屈从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 就是我们的这位华裔的女生遭到 我们先看这个案件吧 这个案件发生在中国 这一名女子遭到一个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 一个男子的无端的袭击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是发生在凌晨两三点钟 这一名女孩子独自走在大街上 而且边走边玩手机 是吧 而且你看穿着跟鞋 就是说非常不利于 能够去迅速的移动 奔跑 逃跑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被这一名 这个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男子 无端的袭击 你看这个时候呢 他在被殴打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的反抗的行为 那最终招致的 就是更加严重的拳打脚踢 那所以说啊 我们再回到上一条 所以说 这个无差别袭击 以及霸凌这个情况 可以说跟遇到劫持 是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一定一定不能够去屈从 当我们屈从啊 只是蹲在那里 抱着头被打的话 那么这一个暴力的犯罪分子 他只会越打越凶狠 只会变本加厉 而绝对不会说 打几下推几下就结束 所以遇到无差别袭击 和校园霸凌这一类的事件 我们是绝对绝对不能屈从 跟这个遇到劫持 是正好相反的 那我们再来看 这名亚洲女孩子 在地铁上面的这个袭击也是 设想一下 如果是我的话 这个时候我在被这样的袭击 如果我能够去奋力的反抗啊 无论我有没有这个格斗的技巧 只要我奋力的反抗 也许可以更早的停止 这一个女生的袭击 或者有可能能够招致身边的 坚毅勇为的人来去解救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 这名女孩子 由于没有正确的日常的防卫的训练 由于恐惧 她选择倒在地上任由踢打 我们可以看到 她是有些保护自己的动作 可见她并不是神志不清了 她并不是说没有战斗能力 而是她由于没有接受过训练 只是选择被一位的踢打 那么最终的这个结果就是 被继续的踢打 所以说请告诉我们的孩子 遇到危险的时候 遇到这种校园的霸凌 还有就是无端的袭击的话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 一定要去奋勇的反击 这样能够尽早的停止 对方对你的踢打 好那我们在我的节目中 也介绍到一些 如果被人这样正面的 拳打脚踢的话 你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去俯下身来 抱住对方的腰 这样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更大的 挥动这个手臂 有这个力量去击打你了 我们简单看一下 那么我可以选择 抱起对方的腿 就可以将他推倒 或者我可以跑到他背后去 把他给弄倒 等等这样的技能 这些东西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然后呢 我的这个日常的防卫课上 也都有平时的训练 那如果在 不在这个男嘉 没有机会跟我日常训练的话 那也可以我们有一些 你线上这个课程 我们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跟我来去了解一下 好 那么请记住 霸凌者的袭击对象 就是毫无反抗意识的 被霸凌对象 就是如果你选择 不反抗的话 那么这个霸凌者 只能就是变本加厉 所以请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 不屈从的这个方式 如果你选择不屈从的话 有这么几种方式 从最理想到最不理想 第一种 最良性的就是逃脱 你如果能够离开现场的话 但是你像刚才那个地铁上 你没法逃脱 是吧 那么就于是用到 以下的这几种 我们一会再讲 但是如果你能够逃脱的话 如果在大街上 环境比较空旷的话 我们有这么几种逃脱的方式 首先请大家看 这一集节目讲解的是 如何围绕障碍物去逃跑 比如说围绕着车辆来去逃跑 这样的话是适用于一对一 抓你的人只有一个 这样的时候 你适合围绕障碍物来去奔跑 因为如果有的时候你直线奔跑的话 也许跑不过犯罪分子的这个速度 所以有这个障碍物 就可以极大限度的为自己拖延时间 也许能够等待救援 这是第64集节目 就叫做应急奔跑 或者叫防卫型的奔跑 然后第66集呢 就是直线的奔跑 就是教大家一些冲刺跑的基本动作 我们认为在发生危险的时候 能够跑得比敌人快 要比能够打得过敌人要更容易一些 对我们普通老百姓 所以呢 这个冲刺跑 对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一个项目 那请大家带着我们的长辈 带着我们的孩子 都可以到公园去跑一跑 甚至就在健身房的这个跑步机上 都可以加快一点点速度 做一做冲刺跑这样的动作 具体的这个动作细节 请大家看的是第66集节目 我们再看这个案件 这个女孩子在进公寓楼的时候 被一个精神错乱的无家可归人员 从背后抱住 这个案件就发生在旧金山 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视频也是没有声音 这名大唐经理 现在在报警企图去解救他 然而我们认为 这名大唐经理 其实并不一定需要立刻报警 他反而应该去双手都腾出来 去解救这个女孩子 他一只手在拿着电话报警 那他只有一只手 基本上起不到太大的帮助 对不对 可见这也是这两位啊 都是没有经过这个 基本的一个防卫的训练 这个被从背后抱住的女孩子 有这么几个简单的技巧 我都有教给孩子们的 都可以让他迅速能够去脱离 这个犯罪分子 从背后的这种 我们叫做熊豹 都可以去 能够有效的挣脱 好 那么关于这个如何自救 有这么几个 基本的最常见的自救方式 比如说出拳以后 被人出拳打的话 怎么自救 被掐住脖子的话 怎么挣脱 被抓住头发 从背后怎么挣脱 尤其是我们女孩子 头发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软肋 就一旦被抓住头发 女孩子就很难挣脱 我们该怎么办 然后被抓住手腕 想要拖走你 应该怎么办 如果背后从抱起来的话 就像刚才那个情况 应该怎么办 然后倒地之后应该如何自救 如果被骑在身上的话 应该如何自救 这些基本的都可以带孩子们看一看 这也是我们少儿防卫课的 日常训练内容 这也是我的一些课堂的剪影 在疫情之前 我们都是在一家知名的武馆进行训练 然而这个疫情之后 我们就改到了公园草坪上 我们铺一个垫子 也完全可以进行 如果你在身边 你实在是没有办法找到防卫课的话 都可以买那么一个 就是那个camping用的那个垫子 都可以铺在草坪上 带着孩子在地上 做一些这个防卫的动作 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视频 就有一些教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的 那么不屈从的这个方式 刚才第一种是逃跑 第二种如果实在是跑不了 需要格斗的话 那么第二种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 是导致对方缺氧昏厥 这是怎么做呢 我们的脖子下方 这两个位置 是我们的颈动脉 corotic artery 当我们能够阻隔住颈动脉 像大脑洞穴 只要不出六七秒钟 这个人就会昏过去 就会睡过去 这样的感觉 一下子就断片了 就失去知觉了 会能够持续十几秒钟 这个是我们认为 无论是对当事人 还是对这个犯罪人员 都是最安全的方式 也能够避免这个当事人 造成防卫过当 因为如果我能将这个歹徒 让他昏睡过去 我并没有给他造成任何的 永久性的创伤 这样的话 我基本上绝对不会 被定性为防卫过当 所以这是最理想的 这个防卫的结果 就是采用各种 在这个巴西柔术中的 锁喉技巧 那么大家知道 我是陆军的军人 我们军队中 新兵集训的时候 学习的格斗技术 就是巴西柔术 而美国的警察 现在学习的这个格斗技巧 也是巴西柔术 为什么呢 警察他们不希望 学习的是一个 拳打脚踢类的 比如说跆拳道 空手道 散打这类的动作 因为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 就是这个警察 会叫什么 叫这个警察暴力 是吧 就是袭击的犯罪分子 他们需要学习的是 如何能够成功的制服 控制犯罪分子 我们学习这个巴西柔术 也是这样的 我们能够从正面 从背面 从侧面 去控制对方的这个颈部 导致他昏厥 这是一些重要的 防卫的技巧 好 看这个案件 就是这一名 建议用为的男子 保护了一位 带着孩子的女子 来将这个犯罪嫌疑 从背后 锁后控制 直到警察感到 Mom could make a break for it and ran off and the two men were still holding onto his arms and he was able to kind of shake him off and break free If there had to suspect just subdue him Priority should always be to deescalate After about nine minutes Mark police handcuffed the man who was ultimately transported to Bellevue Hospital 这就是巴西柔树中最常见 最典型的 可以说是最经典的 从背后的锁喉 叫做Rare Naked Choke 这是我们无论是军队还是警察部队 都是必学的一个技能 从背后去控制它 但是这个技能仅仅是非常高大的强壮的男士 才可以做吗 并不是女孩子也可以做 这一个动作可以说能够做到以小博大 那我们这次这个演示就是 我们的演示就是一位家长从背后锁喉 我来演坏人 我在绑架他的孩子 从背后锁喉来去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就是一些锁喉技巧 所以呢 不在我身边的朋友 可以去搜索家附近的巴西柔树的武馆 来学习各类的锁喉的技巧 让我们的孩子在危机关头 可以能够有效的脱离危险 将对方去窒息 让他昏过去 给我们充足的时间逃离或者是报警 好 那么这一个节目列表就至关重要了 就叫做我收集整理的真正有效的防卫教学视频 这个教学视频里边很多是来自于巴西柔树 Brazilian Jiu Jitsu 尤其是这个巴西柔树的这个创始的这个家族 格雷西家族 Gracie family 当时就是从巴西把这个柔树带到美国来 于是从后边演变成了 就是现在著名的MMA格斗大赛 就是他们来创始的 这里边的一些技能 我认为至关重要 尤其是发生在地面上 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殴打 像帮他那个地铁上那个情况 是不是也是 这个殴打推散 往往就是两个人都倒在了地上 这样的这个扭打 那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包括如果你坐在车里边 前边 你的这个 如果有人从后座去锁住你的脖子 你该怎么办 比如说你是一位Uber的司机 有人从背后锁住你 我们该怎么办 等等这样的技巧 大家都可以参考这一个节目列表 如果是没有机会跟我上课的话 都可以来参考 我们在课上都会有亲身的练习 好 我们总结一下 应对暴力犯罪四大要点 或者说想要幸存的话 有四个能力 第一是能够提前觉察危险 第二是沉着冷静的语言沟通交流 告清对方的意图 做出判断 然后第二就是 然后呢 就是迫不得已的话 需要冲刺的奔跑来逃离现场 最后迫不得已 才是近身格斗 这四个能力 好 那么我们现在说一说 这个常见的防卫的工具 关于这个 请大家看第76集节目 我介绍了防狼喷雾 电击枪 报警器 还有棒球棍 这四种武器 那么首先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这四种东西 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局限性 就是很多时候 你要是用不对的话 反而有可能对自己造成危害 比如说这个防狼喷雾吧 如果是这个风向不对的话 你这么一喷 喷到自己满脸都是 立刻失去战斗力 你还不如不喷 或者被犯罪分子 比如说这个电击枪 被犯罪分子抢来 然后呢 电击你 那你也是会受到重创 包括这个棒球棍 也是一样的 防狼喷雾 凡是你自己 不会用的东西 你拿在手里边 对你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隐患 我们的枪支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只是买了枪 但是你不上课 不去学习正确的知识 不去学习安全知识的话 你就很有可能 最终这个枪 会给你自己造成伤害 所以这个是极其小心的 你任何的这个武器 任何的工具 都一定是要在一个 会操纵的人的手里边 才会发 才会发挥这个功效 但记住 武器只是战士的 手臂的延伸 如果你不是一个战士 武器在你手里边 就是一个废铁 工具在工匠的手中 才有价值 你必须是一个工匠 无论是什么样的 不好的工具 你都可以让它创造价值 而如果是一个 很棒的工具 非常昂贵的一个工具 可是你自己 不是一个工匠的话 那么在你手中 是不是完全没有用处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用知识 来去武装自己 那么刚才应对就讲完了 我们现在来再回来 回顾一下预防和应对 大家应该已经感觉到了 应对这个已经发生的犯罪 说实话并不是很简单 对吧 我们即使经过常年的 有这个习武 还有就是军事背景 警察背景的这样的人 我们都不敢保证说 真的遇到犯罪分子 我们的发生格斗 或者说发生枪战 我们能够去幸免于难 我们都说不好 都是有这个自己受伤的概率的 然而那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 其实更加容易的 更加应该做的是提前预防犯罪的发生 关于这个 我有一系列节目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就是预防街头犯罪 有这么三集节目 在第一集里面我讲到了 预防犯罪的三大原则 刚才咱们不是讲 这个应对犯罪的三大原则吗 第一是生命安全重于一切 第二是避免防卫过当 而预防犯罪也有三个原则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这是第82集节目 然后第60集节目呢 我们讲了总结了这么九个 容易在身上出门的时候 容易引起犯罪分子注意力的东西 如果把这几个点都去除掉 你出门的时候 就有可能干脆就不被犯罪分子注意到 那么也就不会被成为被袭击的对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这个24集呢 是讲的是发生在停车场的一些安全隐患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能够去提前预知和预防 比如说我们一坐进车里边就应该锁起车门 应该立刻开走是吧 如果你一进车门 然后车门也不锁 然后玻璃还都大藏着 你在里边边玩手机打电话 发短信 这个时候你注意力特别低下 而且停留在车场 周边没有人 是不是特别容易成为犯罪分子入侵的对象 对吧 所以这三集节目提前预防犯罪 一定要看一下 好 然后最后呢 补充一下就是 近期要避免单独出行 总体上讲 一个人出行 一定是要比几个人一起出行 更容易被作为目标 就是说 你是一个更容易上手的目标 是吧 就你一个人 没什么人能帮你 然后另外就是避免不行 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案件 仍然是当事人在街头 在走路的时候遇到危险 比如说 刚才这个留学生遇害 他就在街上在等公交 然后刚才这个车 就是说这个三个分子夺车的这一名华人 来是举枪反击 也是当他下车之后 发生了这个危险 而并不是说在开车的路上 所以呢 我们尽量在这个车里边 行驶在大街上 就会比走在这个街边 相对来说 要安全一点点 对不对 好 那么关于入室 这个预防入室犯罪 有四集节目 首先第一集 就是预防入室的五个阶段 打五个阶段呢 就是犯罪分子 来离你家很远的时候 是什么样 该怎么做 然后当他已经注意到你的房子 已经产生了兴趣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 当他到你门前 想要企图破窗破门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 那如果已经进来之后 你该怎么做 这几个阶段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然后呢 第二集讲的是 如何创造家里有人的假象 因为很多时候 绝大多数犯罪分子 是为了进屋去偷窃 偷盗 是希望家里边没有人 当然了 也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他希望家中有人 要进门来 进行武装的劫持 胁迫 要求屋主 从打开保险柜等等这样 这是另一种情况 但是呢 面对第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能制造家里 有人的假象的话 就会避免这一类的 想要进门盗窃的 这种情况 也很重要 好 然后第三集呢 是说如何避免 主动泄露信息 因为很多时候 是我们屋主 泄露了一些信息 来招致犯罪分子 对你的这个注意力 所以如何避免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第四集 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加固门窗 那有这么几个 简单的器具 比如说这个堵门棒 在这个门把手下方 这样 往这个有一个棒子 这样一支 就把门和你的这个地面 有这么一个直角 顶在这里 能够极大限度的 提升这个门的坚固性 就是这个人啊 无论怎么撞门 或者是窍锁 都没有办法轻易进来 这个东西 我认为 每一个家庭都必备 我认为 每一个学生的这个教室 门后边都应该有一个 遇到大规模枪击事件 把这个门一关 把这个堵门棒一堵 就可以保证 这整个这一个房间里边的 孩子们的安全 这个东西 我认为至关重要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我都付了亚马逊的链接 可以直接点击 亚马逊上下单 然后呢 如果是这个 刚才的入室的预防工作 所有都失败了 或者说你都没有做到的话 那么应对入室犯罪 也有这么几集节目 首先第一集 最重要的这集节目 49集 就是讲歹徒入侵的时候 我们如何用枪来去应对 这么的一个策略 大家要看一下 然后呢 第88集讲的是 歹徒入室的时候 如果已经发生正面接触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 他一进来 我就坐在客厅 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时间拿枪了 是吧 那我需要跟他进行一个语言沟通 会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 街头的这一个防卫站姿 以及语言沟通交涉 Please don't hurt me I'll give you anything I want I'll give you anything that you want 这样的这种语言的交涉 这是第88集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我讲到这个问题 然后呢 第51集 我亲自演示了 在一个商业地产 在一个牙科诊人所里边 如果遇到暴徒 这种暴动的话 让我们整个一个房间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 医生护士 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要躲到哪里去 哪一个人 用有武器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东西 把门隔当好 在报警的时候 应该说哪四句话 这些都在这三集节目中 请大家务必抽空来看一下 好 那么关于买枪流程 简单说一下 这样吧 我们先 今天主讲的内容 就是这么多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然后一会儿大家还对这个枪支 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再来细说 现在我们首先 先简答一些大家的问题 好不好 Ben 就这个就是 非常内容 他的争议就是 有一些网友 就说 因为当时好像 这个歹徒要去的家 他的意思是说 好像有 有一些人说 因为也不是当事人说的 说他这样的话 是为了 斩抖出根 怕他们伤害家人 有这么说法 有点基于那种考虑的话 他的反应 事故过急 还是说 当时应该是可以 我们仍然还是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还是刚才 正当防卫的 这两个要点 我们的确是会担心 如果我今天 不干掉犯罪分子 他明天有可能来报复 或者会入侵到我家 伤害我的家人 然而 当这两个要点 你能看到吗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要点 这两个要点 如果一旦违背的话 仍然是 在之后 在法庭上 对你是非常的不利 所以说 相比起 说要把这几个人 斩抖出根 不让他们进去 伤害我的家人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就在家中 让我们的太太孩子 就把这些 我介绍的这一系列的 这个防卫的工具 都做好了 这个堵门棒 堵好了 窗户上的报警器 然后呢 这个智能监控摄像头 等等 这一类的东西 都设置好了 即使说 这犯子分子 想要进我家 他都进不去 我认为这是更理想的结果 对不对 嗯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家长问的问题 虽然特别短 但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 在面对危险 是如何抑制自己的 这个fight or flight 本地 就你怎么判断 我是要不要战斗 就是这种 有的人可能 他可能没有机会训练 或者是他觉得 好像对方是一个歹头 个人比较小 我长得比较大只 就有这种冲动 你说通过什么训练 可以抑制 或者是控制这个 就是判断你吧 对这个判断 还是在危机关头 我们很多时候 大脑就失去了 正常的判断这个功能 所以唯一能够指望的 就是我们的肌肉记忆 这个肌肉记忆 只能是提前 事先 而且是定期的 长期的去形成 那没办法 就是只能是训练 这就好像是公众演讲 就是你在演讲的时候 超紧张 什么东西都忘了 可是如果你在前边 把这个稿子每天都背 背一个月 每天都在背 背的烂熟 是不是 到了场上 你就算是紧张 这些东西都已经 印在你脑子里边了 就是变成肌肉记忆了 你想着不用想 就会发挥出来 所以呢 唯一能够让我们在 危机关头 能够从容不迫 做出正确判断的方式 就只能是提前的 进行科学的训练 还有演习 演练 你可以跟自己的家人 来进行这样的演练 这个老公扮演坏人 拿着枪 我们太太就可以来去 进行一些语言教设 Please don't hurt me I got my purse I got cash 等等 I got jewelry my rings my earrings my necklace 等等这样的语言沟通 就可以平时 就日常训练一下 这是最好 好 然后有家长问 有没有训练 TK目前是贝斯男家 如果在座的家长 有自己是在公司 中小型公司 有需要的training课的话 如果量够大的话 可以提前约TK 然后自己有生意的话 如果可以约那种私教课 可以单独约TK 然后我也是听了TK的课之后 去上了一些 那个巴西如术课 发现特别实用 我那个教练 就是六尺一二吧 非常重要 以前练拳击改行 巴西如术 他和你一个观点 就是当你遇到 他首先是躲 他那么强热 他说这个人毕竟在 他如果拿了一把刀 你第一时间就要躲 他说你再做都没有用 但是他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他说巴西如术 还是很好用 教了各种锁数 还有一点就是 刚才TK忘了提到 我和太太一起学的 巴西如术有个特点 它是唯一一个 在淡化你身体 这个原始天赋的 你打拳或者摔跤 这些东西 你可能需要提供 需要力量 需要反应 巴西如术 我如果太太技术学的比我好 她可以随时制服我 就是锁住我的一条胳膝腿 我就马上就没 你对抗不了那个疼痛 对 所以我觉得 在多因为很多是女家长 就是这个我建议 就是疫情稳定的情况下 在附近就听TK说的 这个巴西如术馆 去长期训练 有这个反应 因为这个是真的是 目前为止 唯一能够 以小博大的一个技术 然后TK有个家长问的 就说这个家长 好像挺英勇 他说 请问建议勇为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 对 建议勇为的时候 那当然最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仍然是 截头防卫的两大原则 第一 生命安全最重要 无论是你的生命 还是你想要解救 那个人的生命 是最重要的 是吧 然后第二 就是避免防卫过当 在建议勇为的时候 一不小心 就会防卫过当 所以如果你决定 想要建议勇为 一定要去了解 当地的防卫的法律 首先再复习一下 这两点 就是首先第一 imminent threat 无论是对你 还是对他正在侵害的人 然后第二个就是 proportional response 就是必须防卫的 这一个手段 的这个反应 要跟施暴的 这一个手段 近乎相等 而且在施暴停止之后 你必须立刻停止 不能由于这个仇恨 由于这个情绪 而做出更多的行为 那就很有可能 被定为防卫过当 最终呢 你有可能为这个事 去坐了牢 反而得不偿失 对吧 那另一个就是 你之前 你那个视频里边 关于枪械的 我觉得很多家长 对于买枪也不太了解 两个问题 一个就建议对初学者来说 特别女性 最简单的 强制选购吧 就不要走那技术流 就是说 对于一个特别小白的 一个家长 就是我们 你可以推荐一下 好 那这里呢 我有这个第77集节目 是我带着一位 洛杉矶的华人女主持人 来去体验射击 就是能够非常典型的 看出来一个女孩子 打什么样的枪 能够驾驭得了 哪些枪 后座力比较大 噪音太大 驾驭不了 我在这里边 介绍到四款枪 两把手枪 两把长枪 是最适合 无论是任何年龄 身体素质 性别的 这个居家防卫的 这两个手枪 一个是0.22小口径 就是这个大 就是最小的那个口径 甚至连儿童都可以打的 然后另一个就是9毫米 也就是美国警察的标配 警用的格洛克手枪 然后呢 步枪呢 也是一个是0.22小口径 另一个是9毫米 家庭防卫的话 子弹不要超过9毫米 再大的话 这个会导致穿透 所以就这四款枪 都在我的这集节目里边 有介绍 如果大家还找不到的话 可以加我微信 我就把这个列表发给你们 就可以到家附近的强烈店 去转一场 其实你提醒我呢 就0.22的那个小口径手枪嘛 但是我觉得那个像玩具 那特别小 你确定如果要宰致的话 他那个杀伤力足够制服他们吗 因为宰致在激动的时候 他身上现在激动分别很高 对吧 他可能 没错 就0.22和这个 他的杀伤力差别有多大 好 0.22口径 他是非常小 就是非常的细 让我们的第一印象 就感觉到好像是威力 有点太小了 是不是不够不够厉害呀 可是呢 你记住任何的真枪的子弹 都是致命的 都可以这个打穿 而且呢 这个点二不光可以致命啊 他可以打穿 继续向后发射 他的穿透力也是很强的 那么关于这个子弹的口径选择 大家就记住这么一个原则 就是无论是多小的口径 你就算 你只要打中要害部位 心肺大脑都会致命 而如果你选择再大的口径 如果没有打中要害 比如说胳膊腿 甚至是大肠啊 就是说只要不是心肺和头之外的位置 都不会致命 或者说都不会立即致命 都是要需要这个 有可能这个致命是由于长时间的流血过多而致命 所以呢 当一个人向你冲过来 想要袭击你 你无论你用再小的枪 只要你击中要害都可以致命 然后呢 如果你是用这个最大的枪 如果但是你没打准 这个位置是到处都有 全身上下腿上什么脚上胳膊上 这些位置的话 都没有办法停止它 继续向你冲过来 来抢夺你的武器 所以记住口径不是重点 重点是能够精确 在危机关头啊 能够举枪打得准 打中要害部位 补充一下就是市面上有很多点二的手枪 然而有很多枪并不太可靠 就是它总卡壳 或者说对某一些子弹特别挑剔 而我在节目中展示的这一款手枪 点二的基本上是市面上 可靠性最强的一款 就叫做GST1911 这个名称 大家知道节目里边找一下 或者我可以再发给你 有一些枪 就是总卡壳 我们在经过长期的对比测试 我有很多学员 有各式各样点二的枪 我们在一起对比测试 发现有一些枪值得信赖 有一些枪就是不太值得信赖 谢谢 另外还有个问题 我回答一下 刚才有几个家长同时讨论到 这个费城这个枪劲 他们都觉得值得去仪式 我也同意 有些家长认为 因为我没有在视频里边 听到他要去的家 只是要的钱 但是万一说 真和大家想的一样 这个人真的是要进家里边 劫财害命 但现在这个问题 即使他做的是对 对于在座的大部分 加州的家长来说 这不可行 我在讲座前和TK沟通了一下 那个加州很难拿到持枪证 在一些州的话 非常的轻松 像这个Uber C他就可以 在加州的话 这个不现实 所以大家尽量放弃这个念头 想想别的出路 因为在加州的话 TK大家展开讲一下 就是多难能拿到那个持枪证 这种隐藏 对 像他这样能够隐藏 带枪出门的 就叫做CCW执照 Concealed Carry Weapon Permit 这样的一个执照 那在有一些州 尤其是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倾向于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州 比较容易申请 总体上这些州 比较支持民众持枪来保护自身 那有一些州 比如说加州 对这个方面比较的敏感 比较甚至可以说比较的反感 就是说不太支持普通民众持枪 那么在加州 尤其是在洛杉矶郡 像这样比较严格的郡 像比较大的郡 尤其是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些郡 往往基本上成功率很低 那有些人容易申请成功的是什么人 比如说刑事律师 还有就是法官 经常跟死刑犯打交道 有一定的人身安全的隐患 还有就是珠宝店老板 或者是银行的什么这些经理 或者是安保人员 天天要持大量的现金珠宝出行 这样的人有可能申请成功 还有就是曾经有出现 立案的对自己人身构成威胁的这种案件 比如说有人真的是语言或者是行为威胁我了 连警察连这个法院都下这个禁令了 就是说这个 你必须离我多少英尺之外的这样的一种禁令了 这样的情况 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法律的记录在案之后 也许有可能申请 我就是说我申请这个执照 是真的由于这个人真的是对我有所威胁 我真的担心他哪一天报复我 这样的情况有可能申请成功 其他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什么这种生死的案件 危机的这种案件的话 你的职业也是跟这些这种安防的这些没有太大关系的话 跟法律系统没有太大关系的话 很难申请成功 好的 谢谢TK 对对对 然后最后我再补充一点 咱们结束之前 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个教育培训行业 我们和TK有共性的地方 就是这些是学校家庭都缺失的 专人专事 就是我觉得家长在 因为学校没有这种安防教育 然后那个校也没有 我觉得家长可以经常在暑假活动 在别的课余时间的时候 除了学路上的这个追逐啊 除了做一些相关的活动 尽量挤出一部分时间来 做这种身体啊 和这个反应上的一些训练 因为这个关键是保命的 你到在在好的时候 你是哈佛的博士 你是什么国家中科院院士 还是那个美国科学院院士都没有用 因为这在在那个犯罪分子的外面 如果你是讲白纸的话 你就是一个最容易打击的对象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够 多花时间给孩子培养这种生活能力的这种 这种锻炼 因为这个非常关键 那TK最后再问你一点吧 就是你给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因为疫情在家 家长比较谨慎啊 他不希望好多班啊 有没有一些在家锻炼的方式 就你举一种宜常用的 就是说不管什么样身体素质 可以增加自己反应力量 哪些训练是对遇到这种霸凌啊 或者是劫持世界上 整体反应是有帮助的 除了看这些 除了看这些视频 自己在家里边学习模仿练习之外呢 就是应该增加一些这个身体的力量啊 就是肌肉的力量 无论是跑还是打 就是你的身体肌肉有一定的力量的话 都会更有优势 如果你的这个肌肉 没有太大力量的话 就是有一些技巧 就是你即使是学会了 可是你也必定能够做出来 总体上这个犯罪人员的犯罪的目标 都是弱势群体啊 当你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 的确就有可能被犯罪分子 盯上成为犯罪目标 然后往往是这样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 在进行防卫的过程中 也是这个成功率也是会比较低 所以呢 我们在没有发生危险之前 就要做到胃雨绸缪 锻炼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 不光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 也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更健康的 更这个提升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能够让我们更长久的陪伴 在我们心爱的家人身边 是吧 所以我觉得提升这个健康的这个素质 提升身体的这个肌肉的力量 这些都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边做的 我们中老年朋友要多吃蛋白质 要多摄入这个动物的脂肪 来去提升这个肌肉的这个密度 肌肉的含量 来防止一旦一不小心摔倒 以后导致骨折啊 或者这样的情况 对 要去增加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和密度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好 再次感谢TV 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节目 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生活中 永远不要遇到这种情况 遇到的时候也不要慌 大家晚安 那么今天讲座就到这里